我愛你 愛就是要只為我 我要她 她就做嫌 她就只能了放手 如果我趕她走 櫻莎 我真的不是有意 挑起你對牛卡桑的思念 如果真的是這樣 我很遺憾 不好意思 你給我許可? 請你不要這麼害羞好嗎? 什麼意思? 姐姐 你不要這樣 阿璐哥 你看 可愛 今天早上有很多人還問我說 這才能買的 我就說買不到 對耶 謝謝你送了這麼好的禮物 哪裡 可愛的禮物 也要可愛的女孩子才相配啊 對 姐姐 你是不是也要回送我一個禮物呢? 禮物? 不要那麼緊張 我只是想找人一塊去泡泡溫泉 聊聊天而已啊 有女兒的好處呢 就是可以一塊去泡溫泉 一起去逛街 購物買漂亮的衣服啊 對不對? 那有什麼問題呢? 姐姐 你說的好處 吃喝玩樂 都是我最強項的 而且 我們這家飯店的溫泉 是一級棒的喔 那我們神野集團的溫泉 當然是最好的咯 嗯 我們 當然是我們咯 姐姐 給我半天的假 我想帶哈魯狗到處逛逛 不行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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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耶 給我 拜拜 走吧 Sakura 謝謝 謝謝 Hidomi 我會原風不動的把它還給你的呢 一個一個 我們去泡溫泉了 拜拜 我們去泡溫泉了 我們深夜一段 父親也在那裡嗎 你怎麼說的嗎 我也要去泡溫泉 你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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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 欢迎来台湾 小姐先生 你要找太太吗 她弄在家吗 雪姊 你怎么变成青豆腐了 还这么辛苦地打扫社区 还说什么 欢迎来台湾 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你们这个嫁妻家案 她跟我们说什么 2004年是台湾观光年 所以就要我们大家一起响应 还说希望外国人可以多一些人 来台湾观光 然后提高台湾的竞争力 所以我们的社区也要一起维持 你们的嫁妻现在在那里面 我们是做老师 她在我们社区也是老师 有什么 因为她也是非常热心在宣导 对对对 像我算是外国人 这次回到台湾呢 感觉台湾进步了很多 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土地打拼 这也是应该的了 我可不可以帮忙打扫啊 好啊 我也不跟你客气啊 姐姐 台湾吸引力 有你才够力 好啊 对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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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好啊 好啊 三天是有比較適合嗎? 這樣我跟三天也能變成親戚 不錯 所以, 您說就是在那裡都好 我們跟哈佬哥就是這樣實在 說話說到現在, 外地都沒有變過 也都是哈佬哥 我看你真是記者的兵務 老闆, 還沒說完, 別站住 老闆, 來, 繼續 阿古, 前一陣子, 我們在那裡去加拿大渡 這樣嗎? 還在那裡, 感情很好 你是不是想要結婚? 這就是我怕全天來要拜訪的原因 親戚, 妳也以前說的 我們都聽你說羅曼士說一段時間 但是聽來聽去都沒聽到重點 別亂說了, 妳 杜長 哪呢? 妳的意思是 我想要做哈佬哥 如果這樣, 莎莎不就要叫她卡上? 哈佬哥, 怎麼不太年輕? 愛啊, 愛情是不分年紀的 這年頭啊, 流行忘年之愛 那如果這樣, 我不就跟哈佬哥變成親戚 這樣好啦, 有一個年輕人親媽 妳也能變得更年輕 千萬不要逼人 我看喔, 親戚 阿佬哥, 妳跟我們撒嬌比較適合 這又跟我有事嗎? 媽, 妳不要亂點元養譜 對啊, 撒嬌照 沒有啦, 太誇張了 不是啦 好, 說啦 好, 說啦 您先聽我說 我知道, 妳們大家的顧慮 這就是我到今天 還不知道跟莎莎和蝦道明說的原因 但是, 我很感到她的好苦 我們兩個的感情很好 她也很照顧 我知道她會在莎莎的老婆離開 二十幾年以後 到今天, 我才有想不到再帶藝術 對啦, 人家到老的時候 開始是要有一個伴 你也沒養成我 怕你都在身邊 一個人是有比較少不少 其實, 我也希望得到妳們大家祝福 妳也知道, 莎莎和蝦道明 她們兩個是我的生活保白 我也想不到她們的看法 喂, 妳們兩個啊 沈野先生在問妳們的意見啊 嗯, 各位當代表所有的發表意見 這跟我有什麼代表 那妳最了解蝦道明啊 問妳就對了 那個沈野媽 那個蝦道明啊 她頭上很簡單 不會有什麼想法 她也有問過我的意見啊 她跟我兒子的想法應該是一樣啦 那也認為 大家人都有對救自己的幸福管理啊 嗯 如果沈野媽的歡迎 我感覺, 她好像很反對耶 因為到一段 她還有思念, 她離開的腳踏 讓我感覺, 在這個世界 沒有一個人 可以代替她的腳踏 這我也是已經了解啦 我就是到現在 要不然就忘記妳們過身的老婆 不知一直唱這個歌 太太, 妳的立場是什麼 妳歡喜歡樂 妳到底是贊成還是不贊成啊 唉唷, 這是 親家的事情 我哪有什麼立場說 要贊成還是不贊成 請嘛, 感謝妳啦 但是, 我也希望妳們兩個女兒子支持啦 當然啦 我會親身跟她們說清楚啦 不過, 還要請妳們大家跟我走三天呢 道長, 妳…妳是賣掉了 我相信 這需要一段時間來支援 對啦 對啦, 她都不是那樣 我去跟她說啦 雖然說, 她比較固執 不過, 她這樣, 她比較輕 就容易搞定了 妳貴媽吃豆 唉唷, 還這麼豐盛喔 妳是不跟董嘴說我每天點的家 都吃到這麼豐盛喔 那是因為妳今天在這裡這樣喔 我知道啦, 媽 來, 吃吃吃 喔, 今天在這裡帶著吃豆 是啊 又吃到這麼好喔 不好意思 沒有帶妳的婚 是怎樣 我也是這個家庭一婚主啊 妳怎麼可以這麼大小心 妳沒有上班 就想要在家裡吃飲飯 還會這麼好看的事情 誰說我在吃飲飯 她怎麼這麼說啊 妳也這麼說啊 我是跟妳敬過喔 妳說我還不可以太超過喔 如果沒有我的婚名喔 帥哥 妳就知道她的故事 妳再這樣做妳 帥哥 帥哥 帥哥, 帥哥沒有那個意思 幫妳君生笑的 帥哥跟她君生笑 我就是這個意思 她自己建設回家 家台 妳現在沒有在上班 說得好聽 表面上是說 會為到男人的至尊 現在有問的 這個至尊是大多少錢 大丈夫能屈能伸 敢說妳倆這點都不敢喝嗎 有啊有啊自己的辦法 我現在已經在找頭路了 這有問的 妳敢找到嗎 就算說妳現在不想要去 撒乎那些公司上班 不過 騎鯉招馬這道理妳應該辦了 齁 妳可以親切的新的頭路 帶我來試試 這樣也不錯啊 還有說 家裡現在很需要妳這份的薪水 能夠多賺一天四一天耶 妳連這都不敢喝 還可以做什麼大事啊 阿俠 阿俠 你這樣說話可不可以嗎 是啊 家裡很喜歡臉書 我們這樣他在打開 他…他不… 阿俠 放心啦 他這個人就要人家點刺 不然不知道自己有幾乳 媽 我去上班啊 再見 家台啊 這叫做激將法 怎麼就好啊 少天姐 算你了 我應該跟孝敬我來講 他就是聽不懂 他一個人家說 他就乖乖去上班 你說 你…你怎麼怕死啊 要給我出現還要先出什麼 你不要忘記 這裡是真弱的地盤耶 你怎麼不給我出現 如果是香港的 我們怎麼解釋 什麼 是你跟我說的 說要比較自然 別人才不會懷疑 對不對 你稍微想過 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你看 我是社長的主理 阿俠 你呢 你是未來實種無人的 就算別人看到我們在公圍 這也沒什麼 是你自己有貴的 好啦… 有什麼我已經說了 要給我聽不懂 我剛才沒去到那個丫頭去逛街 他的體力還真好 要不是我說要回來陪沈爺 我看他還不知道給我逛到幾點呢 唉唷 飛魚都沒去世家喔 你真好耶 真希望以後是我天天陪他就好了 你先親一下好不好 我們還有正事要辦耶 要是正事辦不妥 什麼逛街 我看你能騷擺騷的機會都沒有 唉唷 我來找你喔 就是要講正事的啦 我看你長去Sakura的富家 你感覺不錯喔 還是當然喔 憑我哈魯克的手段 他們那些小老百姓 怎麼跟我鬥啊 我看 我已經把他們收服得差不多了 只要他們支持我 我做小舊富人的日子都沒興趣喔 恭喜恭喜喔 喔喔喔喔 如果這樣 我想要做二姑爺的願望也就 唉 但是 還有一個最大的絆腳石 誰 Sakura 我看 我看 他昨天對我充滿了敵意 講話句句針對我來 奇怪咧 我聽馬桑桑在說 Sakura應該是很溫柔的 怎麼跟我的新聞都完全不一樣呢 這樣就糟了 社長最聽的就是Sakura的話 我看 你想做社長富人 就要先把他搞定才行喔 這我當然知道了 我千方百計的 要嫁給沈野那個老頭子 最終的目的 就是要掌控沈野集團的事業 最好是幫他心裡的好生 這樣子一切就順理成章了 你有夠空耶你 那這樣你怕什麼要怎麼做 有啊 阿熊的姐一食二娘的好方法 不但可以讓夏祖覺得他不能沒有你 而且Sakura也能接受你 最重要的是 讓林家泰這個臭小事 替他們背黑骨 紅燈 林經理 終於肯然上班了 不管你的事 一大早火氣別那麼大好不好 我知道 一定要跟二小姐吵架了是不是 不是我在說 你們小兩口不要見面就吵 這三吵兩不吵 感情就吵散了 誰跟他小兩口啊 你沒看我東西啊 連辦公室都還沒拿進去咧 少在我面前提到他 我現在連說話都懶得跟他說 沒吵架啊 這就怪了我 怪什麼 沒什麼 快說 唉 林經理啊 其實啊 你就別跟二小姐吵架了 這對你沒有好處嘛 我林家泰 行的正做的正 我才不怕他咧 這我知道這我知道 其實我們都是一樣的人 我們都是拿人家薪水 看人家臉色在吃飯的 所以你的心情我能了解 只不過呀 這二小姐實在是太看不起你了 那個抽馬桶又說什麼 您稍微誤照啊 二小姐也沒有說什麼啦 她只是覺得 那個你找的廠商 好像都比別間飯店貴 那她就不好意思當面跟你說 怕你誤會啊 什麼啊 她說我找的廠商比較貴 廢話 她找的廠商當然會比較便宜啊 她是誰你家二小姐 別人都得看她面子 我林家泰什麼都不是啊 你放心 放心啊 這二小姐絕對沒有誤會 一直說你在從中牟利 她說我從中牟利 太過分了 他們沈野家啊 給我這個什麼 第五顆經理這個爛位子 有什麼有水可以撈啊 從中牟利 我才不在乎這種林頭小粒咧 我林家泰要撈啊 就要撈大的 這種衛生紙文具的毛頭小粒 我不放在眼裡 林經理啊 你的能力那麼好是不是 你的威力怎麼樣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嘛 對不對 所以這一定是二小姐多心了啊 二小姐多心了 別氣了別氣了別氣了 多心呢 她根本是良心給狗吃了 算了 我才不跟她這種 沒有大腦的小女生一般見識 我現在就去找別的廠商談 談到她滿意為止 可以了吧 好 嫌 絕對嫌 Sakura 你先別急著反對 今天我特地來找你 就是希望你能夠接受Haruko Haruko是個好女人 我喜歡她 我也跟Hiromi談過了 她也很高興 Haruko在未來的日子 能夠平凡我 我跟Hiromi是不一樣的 我一直不願一直認 你跟那個女人的關係 我本來想 如果你不說 我就裝作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你現在 經過告訴我你們要結婚 那我 再也無法忍受下去了 Sakura 你為什麼有這麼大的 強烈的反對呢 Haruko哪裡不好了 不管大好不好 我就是不准你背叛Kar 那些人很怪 我們都知道 我們喜歡的類型 全部調查 最初從來 想什麼 我覺得 一點都不單純 Sakura 我不准你這樣批評Haruko 你把人家的好意說得這麼難聽 Hiromi可以接受Haruko 你卻不可以 不要拿我跟Hiromi比 她可以接受那個女人是因為 她對Karzan根本沒有記憶 她只是想要有個媽媽來照顧她 但是她根本就搞不清楚 那個女人是好人還是壞人 Sakura 你越說越過分 你怎麼變得這麼不理智 又不懂事呢 這麼感情用事的人 我怎麼放心把台灣的事業 交給你打理呢 父親 你不要工作人員 隨便一起 有感情的人 總比沒有感情的人好多了 你心裡難道 對Karzan一點感情都沒有了嗎 你才是可怕無盡的人 公司 如果我敢逃走